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雍正二年的三月,青海发来捷报 年刚瑶在西北打了一场大声仗 一下子成了整个大清国的功臣 这雍正皇帝倒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在与年刚瑶的书信往来当中啊 是一口一个恩人称呼着这个 当年自己在前邸时候的奴才 要说这老年啊,那性格上还是有缺陷 这皇上跟你客气呢,你哪能自己搁就实寿了呀 不但如此啊,这老年还试图帮着皇上指点江山 皇上这会儿啊,那肯定是美得迷了心了 有意无意的总向年庚瑶威胁个实证 即便是和青海战事无关的 也会跟年庚瑶那儿磨蹈磨蹈 这老年呢,倒是来者不惧 有的时候啊,还给皇上挑挑错啥的 这青海这场胜仗啊,打得干净利索 其漂亮程度啊,任谁也不敢否认 可是为什么这会儿如此知欲的一对军臣 到了最后却闹翻了脸 这雍正皇帝执意要杀了老年呢 那有的好朋友啊,就阴谋论来了 说呀,这就是捧杀 这雍正皇帝就是想把年庚瑶捧得上了天 找不着北,然后再抓法子弄死他 这个我不同意啊,那您得说这雍正图什么呀 看来啊,这老年啊,还是有事儿惹着皇上了 那么今儿咱这期视频呢,就是来分析分析 这老年啊,到底是哪儿惹着皇上了 青海战事结束以后,年庚瑶仍留在西北处理政事 要说这老年没本事啊,那从我这儿就不乐意听 我看了看这老年几项关于这个青海 战争过后善后事宜的奏章 其中像什么,防守边口八款 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以及后来的禁约青海十二世 这些个条臣呢,不但把青海的局势分析得很彻底 而且给雍正皇帝出了不少的好主意 例如在青海西藏等地啊,移民、建成 派设汉族官员,以及限制蒙古诸部 在青海的活动范围 尤其是针对这次叛乱的蒙古和朔特部 干脆就把他们打散,直接编入蒙八旗 虽然后来这雍正皇帝找事的时候 把这些尘条,有的就加入到了年庚瑶九十二条大罪当中 但是我仔细琢磨一下啊 这些条款啊,都是老成持国之策 对朝廷管理青海地区而言啊 那还是有帮助,利大于弊的 有本事的人呢,一般都比较浮躁 更何况这个有本事的人,他还是个大功臣呢 于是呢,这年庚瑶啊,有意无意的就比孔子朝天了 他是眼里头谁也不佳 他和两个雍正身边很重要的人啊 就有了直接矛盾 一位呢,就是管官的官,利不尚书 皇儿的大舅龙科多 在那会儿啊,这龙科多和雍正的关系有多好啊 您往上倒几集 在这个年庚瑶前边那个小系列里啊 咱们就是说的龙科多 多了呀,咱们不废话 总之啊,这雍正皇帝啊 让这个全国人民都称呼龙科多为好舅舅 袍泽之前的关系啊,非同寻常 咱们现在话说啊,这叫战友 出生入过死啊,所以这年庚瑶啊 向朝廷就保举了不少在西北打仗当中自己的老战友 这会儿的皇上啊,正沉浸在战争胜利的血当中 正是找不着北的时候 所以这年庚瑶提出什么要求他都答应 这一下子难坏的立步了 一下子怎么能安排这么多的官员呢 并且这些人呢,不是光升官那么简单 还都伸着手要十圈,官圈官圈啊,有官了他不一定有圈 在清朝那会儿啊,您别看谁谁谁有极品的顶带 但是这种人啊,在家闲一辈子都有可能 为什么呀?因为没有十圈给他 所以说在清朝啊,听谁有什么样的顶带不管用 得说谁呀,放了什么刃 所以说呀,在清朝夸人的时候,得说放了什么值 您记不记得,那个豆腐西施是怎么夸鲁迅的? 听说你放了倒台了 您别落,知道知道这知识啊,他有用 万一哪天您穿一下子穿越回了清朝 您也好啊,知道怎么夸奖旁边的人 随时随地的落于何人缘不是? 一个呢,等着呢,给战友要官 另一个呢,是手里头没那么多缺 这样啊,这亲命服院大将军 就和这个立步尚书产生矛盾了 这年庚瑶性情一起来呀,还不管不顾 他就跟皇上说呀,这龙科多呀,没有什么真本事 并且呀,人性不好 听说他的姨太太呀,是原来他阅仗的小妾 不知道这爷儿俩怎么商量的,就穿户到他手上了 还把这原配夫人呀,给气死了 按说这些话呀,不应该 您一个大将军说,这和您身份它不匹配呀 雍正皇帝倒是试图几次想调和这个 自己舅舅和自己大舅哥之间的关系 怎那里两个人啊,性格都比较刚毅 谁也看不起谁 归其呀,所有努力全当白费 这老年呀,最不该得罪的 就是雍正皇帝嘴里那个全宇宙最好的人 他的十三兄弟印祥 说实话呀,这件事啊,还多少有点怨皇上 因为这个雍正啊,一直想让年庚瑶衣服到这个疑亲王印祥的身边 别自己啊,拉大旗扯虎皮的,拉帮裹派的 有这疑亲王给你撑腰做靠山,不就完了吗 您想啊,这年庚瑶自己认为自己是前朝旧臣 本身他心中念念不忘 对他有知欲知恩的人啊 是康熙并不是雍正 连皇上你啊,在他眼里都不算忙 他能看得起这年纪轻轻就当上亲王的疑亲王印祥吗 再者了,这族魅王大臣印祥啊 他管理户部,是个管钱的官 这年庚瑶在西北打仗,不用别人揭发 我就知道,像什么冒领啊,贪工啊 囤积军用物资啊,这些跟钱沾边的事啊 他肯定没少干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让这管钱的官,印祥为了难了 所以说啊,这年庚瑶和印祥的关系啊 他也不怎么样 可是呢,这皇上啊,总想把这三位重臣呢 往一个锅里炒 可是这桀骜不驯的年庚瑶啊 就是不燃这个茬 这皇上啊,怎么说啊,他也不听 哎,这会儿啊,这皇上啊 虽然没动沙鸡,可就生了气了 这皇上的亲人你不去团结 皇上的仇人,你总该横眉冷对了吧 这老年啊,也不去 雍正的众哥兄弟当中啊,他最爱的 那惹定是十三爷印祥 那么他最讨厌的是谁啊 他最讨厌的,就是那个九辈子 他那个九弟印堂 这老九啊,压根就没瞧得起过他这个四哥 他是一个坚定的八爷党 就是到了最后这八爷印祀,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他还是坚定的支持 并且呢,这老九啊,是皇商 他又善于理财 可以说啊,他有的是钱 换句话说吧,有多少钱啊 富可敌国 可是无论是在做皇子的时候 还是雍正当了皇帝 这老九啊,都不曾拿出钱来帮助过朝廷 干起支持雍正皇帝政敌的事啊 倒是大把大把的花银子,从不心疼 所以说呢,这雍正皇帝对他恨的呀 那是牙根子,拔杖长 刚一登基啊,就让这老九去军中效力 去哪啊?西北呗,年刚瑶那儿 并且呀,让年刚瑶好好监视他 一呢,不准让他回北京 二啊,不让他过好牢 还是那句话,这年刚瑶的性格呀 他自比大英雄 他呀,是不会去做那种下作的 刻意的去折磨谁的事 他自取呀,这康熙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 他是康熙皇帝的人 是前朝旧臣 他更不愿意去折磨康熙皇帝任何一个儿子 再者了,咱们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不就是交代了吗 这印堂啊,跟这年刚瑶还有亲戚关系 虽然这弯啊,拐的比较大 但是论起来呀,这年刚瑶还得管印堂叫一声 庆爹,细节啊,咱们在这儿啊 不用交代过于清楚 总之吧,我就跟您说一句话 这个印堂啊,在西北过得挺好 不但能跟京城啊,互相能够随便的往来信件 而且他有的事前,干脆在西北啊 还做上买卖了 这九爷的事啊,咱们在聊九子夺爹那个系列里啊 咱们曾经详细的说过 这儿呢,咱也不多废话了 当这老年意识到,华盛在这件事情上 已经对他极为不满的时候 已经晚了 不管他向华盛在奏报什么关于这个印堂的秘密 皇上都觉得他是在有意包庇老九了 你管不好啊,我还不用你了 雍正皇帝于是就换了个人去管理印堂 这老年啊,是成功的在华盛那儿又拉了一波仇恨 雍正二年,老年回京述职 在京官员见着年耕尧啊,必须下跪行礼 并且这王子贝勒和老年打招呼啊 这大将军连马都不下 年耕尧身边有人就劝他 说别的您啊,这样啊,好像他不得礼貌 老年就说了,这都是按照前一阵的福远大将军的规矩办的 哟,那前一阵的福远大将军您比得了吗 那是十四爷允提啊,老皇上的儿子,当今皇上的弟弟 您别忘了,人家那大将军后边可还有一个王字呢 首先人看他不听啊,也只好就不提了 并且这老年啊,要是喝了两杯酒啊 这嘴还没有把门的 有可能啊,这老年他们家盖房的时候 房顶上这石灰啊,用多了 给他烧的了不得了 一到这个下雨天啊,这房顶上就冒白气 这老年就跟人说啊,说你瞧我们家这房多好 上边啊,有王气浮动啊 还有事没事的,就跟别人说啊 说我这功劳啊,封个王子呀 那是应该的,嗯,绰绰有余啊 这话本身就是大不敬 再者了,你没想过吗 汉齐封王 那想当初乌三贵,耿金中善歌喜 那可都是汉齐封王 最后有一个唠着好的没有 这些个条款啊 最后被通通编进了年庚瑶的九十二条大罪当中 这些个事啊,算不上什么 皇上不生你气的时候啊 微微一笑了之的事 可是这皇上一旦生你气的时候啊 那拉清单快了 那么有人说啊,这九十二条罪都是这些 这年庚瑶不是没死罪吗 那俨然的吗 这些个都是御家之罪啊 当然不是 在我看来啊 这年庚瑶有两条必死之罪 这第一条啊 就是年庚瑶在官场在朝廷当中啊 积怨太深 拉得仇恨再大 这皇上啊 一天不管 两天不管可以 但是啊 不能永远不管 一旦处理起这些事来 麻烦大了 这年庚瑶手上有兵权 在西北又势大 据他自己说啊 他有几万亲兵 三千门火炮 这些人啊 又是跟他从战场上滚过来的 都是袍泽兄弟 感情甚厚 一旦朝廷皇上对他处理不当啊 就容易矛盾激化 引起兵变 这样一来啊 就对大清国的朝廷 对皇权起了威胁 咱们从九子夺敌 康熙驾崩起来 一直讲雍正 讲到今天 咱们一直啊 就得重申一个理 这雍正活着啊 就是为了维护巩固皇权而活着 换句话说 康熙皇帝选择雍正继位 他最看重雍正的能力 就是这一点 康熙皇帝虽然儿子众多 但是 只有让雍正做了皇帝 才能更加的稳固皇权 大权才不至位旁落 被军功贵族 以及外戚分夺 您想想啊 他的兄弟们 对中央皇权有所出动 他都容不下 更何况 你这么一个外臣了 所以啊 这年刚瑶必死 这是其一 这其二呢 也是我最讨厌老年的 太贪了 这老年 他不但贪财 贪权还贪色 搁现在话讲啊 这老年 简直就是忘了初心了 当年 他曾经跪在康熙皇帝的脚边 信誓旦旦的向皇帝保证过 他说 臣我不愿意做一方富家翁 臣愿意做一位孤臣 做一位清官 替朝廷办事 可是谁想啊 这后来的老年 他吃屎迷了眼 对这个财权色呀 有那么高的欲望 咱们先说这个财 这年刚瑶的钱都是哪来的 那无非就是贪污 受贿 挪用 冒销 非法精灵 等等等等 这四川军需一共一百六十多万两 后来查出广茂岭的就有四十万两之多 按说呀 这清朝政府对这齐人是有规定的 不管你齐人外放多大的官 也不允许你在这个做官的当地制产业 所以说这清朝时候啊 就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 这父祖一代 做过封精大力 那可谓是家资万贯呀 可是一分家 他不出一代呀 就是家道中落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呀 他没有产业呀 手头上那个钱呀 是福财 那您想想 人多花钱能不快吗 劈了啪啦 这些钱就没了 这年更瑶 可不管那个 他骨子里是汉人呀 还别说那会儿了 就是搁现在咱们汉人 善于积财敛财 那也是全世界文明的 关于这过日子方面啊 那犹太人跟咱们比起来呀 那也是孙莫子份的 这老年呀 在京基附近 以及西北各地 都置有田产地产 光保定府一地 这年纪呀 就有地三万多亩 房屋一千两百多间 年更瑶的小女儿 和这衍生公他们家 就是这个孔家呀 就是锦宁 圣人他们家 已然有了婚约了 所以这年更瑶啊 又在锦宁 以搬嫁状为名 置办了好良田十九请 并且他还纵容子侄 家奴 以及亲信官员 到外边去饭茶 马 乃至珍贵木材 他的两个儿子 就控制着 河东亥州的大盐厂 广是倒卖盐瘾 那就赚大发了 就冲着贪磨敛财这一点 我觉得这年更瑶啊 就该杀 至于这权力方面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年更瑶 大字扶持自己的势力 战争结束以后啊 仍然向吏部 保举官员 弄的这个吏部啊 最后只能单派出官员 给他建立了档案 他那个档案簿子 上面写的清楚 叫年选官 当年这么豪横的人啊 也有一个 在吏部也有一个簿子 上面写的叫西选官 那上面啊 都是乌三桂 保举的官员 咱们再说说这贪色 老年在法办之后啊 据说留下妻妾 一共八十多位女子 这还不算身怀有孕以后 年更瑶刻意保护 藏到各个亲信处的老婆 所以说呀 这全前色 这大将军啊 算是战旗了 那么就这么一棵 雍正初年的政治大树 就那么的容易被倾倒吗 当然不能 雍正皇帝 为了扳倒年更瑶 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雍正皇帝才要处死 年更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